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為大災、奇災 萬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義災、成災 主啊,誰敢不敬為你 不將榮耀歸於你的名呢? 因為獨有你是聖的 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聖在聖在聖在 全能的上帝 我們每日清新變陽聖歌眾禮 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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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師恩聖帝 三違二一身 當榮首讚美 聖在聖在聖在 祝天尊颂住 圣徒为遥征开向 住宅本求拜 祝前天使天贯 谦恭向祂赴复 悉在已今在 真神永存在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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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飞隐蔽 罪人欲眼 不能占住 自尊永美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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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 上帝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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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海洋天空万有必请众理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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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使人上带 三为二一神 当永守赞美 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25节 阿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阿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同他马士生法勒斯和借拉 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阿兰 阿兰生阿米纳达 阿米纳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合士生波亚斯 波亚斯从路德士生俄比德 俄比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 大卫从乌尼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波安 罗波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阿萨 阿萨生纳达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阿哈斯 阿哈斯生希西加 希西加生玛拿西 玛拿西生阿门 阿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所罗巴伯生阿比玉 阿比玉生以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阿索 阿索生撒独 撒独生阿金 阿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生玛丹 玛丹生雅角 雅角生约塞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 从阿巴拉罕到大卫 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丹亚已许配了约塞 还没有凝取 玛丹亚就从圣灵怀了人 他丈夫约塞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忧了 正思念者是的时候 有主的事者 向他梦中显然说 大卫的子孙若失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人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女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直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若失省了 起来 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此时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经过一年多疫情的影响 眨眨眼今年暑假 又进入了第二个月 我知道教会有几个青少年人 即将离开家 展开他们第一次 正式的实体大学生活 愿主祝福他们 珍惜和家人迎人相处的时间 保守他们心心灵健康 并且在主里面继续成长 现在请大家低头祷告 万皇之王万主之主呀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你而来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 在你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仪 愿我们的心被你荣光吸引 一心决意追随你 在真道上 揭力尽心追求 愿主祝福陈牧师所教导的经文章节 让我们各人有 谦恭受教的心 去聆听和领受 奉主名求 阿们 除了我们熟悉的陈奋文牧师 同样是Rita的弟弟 陈奋权牧师今天会为我们正道 陈牧师先后在台湾大学 纽西兰奥克兰大学 和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 他移居了纽西兰接近30年 牧会有27年的时间 现在是恩典之家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 在十几二十年前 当华恩教会仍然借用韩国堂子聚会的时候 陈牧师曾经在父亲节主日来过港道 以下时间交给陈奋权牧师 好 弟兄姊妹 你们好 很开心可以有机会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神的话 我记得我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 是去过美国 有去过你们教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认得我呢 我想我都可能都不会认得你们 因为都很长的一段时间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 是在《马帝福音》第一章 1到25节 也就是《马帝福音》第一章 全章的经文 而今天想和大家讲的一个主题 是《你关心吗?》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马帝福音》的话 我想你都会知道《马帝福音》第一章 一开始就是《家谱》 但是稍后我们再来看看 在我们继续之前 我们先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在云端的这个聚会 祝我们仍然奉主耶稣 祈祈祢的名去聚集 就是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 就是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 祈祢主耶稣你跟我们同在 祈祢求祢 就策獻圣灵 来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 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我们能够明白祝你的话语 可以让我们渴慕更更认识你 求祢叫我們關心祢所關心的事 關心祢在我們身邊的人 祝福我們感謝祢的恩典 向耶穌的命祈禱 Amen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失眠 有多少人一躺下床就睡得著 還是你會為很多事和煩惱令到你睡不著呢 我自己是一個 坐上床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可以在幾秒或者一兩分鐘內 我就睡著了 如果超過兩分鐘睡不著的話 對我來說可能就叫做失眠 或者有些大英師會覺得 嘩這樣也叫做失眠 你會很生氣 但是這個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我這樣說是不是很壞 對那些有失眠的人來說 我想問其實如果最近失眠 那怎麼辦呢 最簡單的方法 有些人說掃羊 但是掃羊會不會越掃越醒呢 最近有人跟我說 如果你睡不著的話 就是找一本你平時不太想看的書 然後拿出來看 看一看你就會睡的 那我想問 那聖經會不會是其中一個 會叫你睡覺的書呢 又或者當你看到聖經裡面 特別是那些家譜 那你說是不是你就會睡著了呢 今天我們會來看一看馬大方 第一章那裡有個家譜 聖經那裡這樣說 它說 我不知道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不會這樣看 你看到就是 耶穌基督的家譜 然後你看到 阿伯拉罕生以撒 然後就不管誰生誰 誰生誰 然後就直接跳到第十七節 這樣從阿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 從大衛到千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 從千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不知道你看耶穌的家譜 在馬大方這一段的家譜 不知道你是否這樣看呢 然後呢 我以前是這樣看的 然後我就想 嗯 這裡也挺有趣的 講了三個十四代 一共十四代 然後又有十四代 又有十四代 然後呢 我開始聽一些人說故事 就說 十四代代表什麼呢 十四就是七乘二 七代表什麼呢 二代表什麼呢 所以十四代表什麼呢 然後三個十四代表什麼呢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又不打算跟你們說這件事 因為呢 這個呢實在有太多故事 太多的聯想 太多的背景 不是我們這樣看聖經 可以看得明白的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又不講 我反而呢 想跟大家呢 再去看一看呢 聖經 究竟這個家譜裡面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跟我們相關呢 我記得呢 我記得呢 在幾年前 我回香港的時候呢 原來呢 我家裡那裏呢 有一本家譜 那我就 揭起來呢 來看一看 那就看一下 究竟呢 是誰跟誰結了婚 然後呢 就生了誰 然後呢 我看一下 我爸爸媽媽有沒有寫在那裏 當然沒有 所以我看回之前的那些 那跟著呢 當我看這個家譜的時候呢 我看到 第三節那裏說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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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你排版的時候,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鄧英善牧師 去一個聖經學院那裏,專門教人一些聖經排版 我也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從聖經那裏更加容易去了解 在這裏,我特別看到這個家譜的時候 他不是全部都有說媽媽是誰的 他只是特別提到耶穌,基督耶穌的家譜的時候 只是特別提到他媽,拉俠,路德,烏尼亞的妻子和瑪尼亞 為何特別提到這幾個女人呢? 那我就開始去思考,究竟為什麼要提到這幾個女人呢? 然後呢,我發現了有一個很有趣的,或者其中有一件 是叫我覺得,嗯,這個可能就是馬太為何會提到這幾個女人的一個共通點? 馬太阿應該是之後呢? 就在說到,應該說到18到25節就開始說到馬太阿 所以呢,我會從馬太阿那裏出發 但是在這裏 因爲之後我們會看到18到25節 所以在這裏 先反過來 先看看前面這四個女人 究竟她們和瑪利亞有什麼共通點 在聖經裏面提到他瑪的時候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她真的差點死了 猶大和他瑪的關係是什麼呢? 猶大其實是他瑪的老爺 他瑪嫁給猶大的大兒子 然後大兒子死了 然後二兒子娶了他瑪 之後又死了 然後三兒子 猶大不敢再被三兒子娶他瑪 然後三兒子都死了 所以就叫他瑪回家 長話短說 大家如果要看的話 自己回去《揭聖經》看《創世記》 你會看到 後來他瑪出計仔 即是和猶大搞大了肚子 這樣說很不好聽 是吧?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事實來的 然後當他瑪帶肚子之後 猶大就說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他不知道原來是自己搞大他的肚子 他就找人去抓他 要抓他出來 去拿石頭打死他 因為他說他犯了奸人 然後他瑪拿出證據來 他就證明說 其實搞大我肚子的人 是猶大利 所以猶大就說了他說 他瑪是比他更有意的 如果和合本修訂版的話 他就說他瑪比我更有利 所以他就算數了 那那拉俠是誰呢? 那拉俠呢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在耶利哥城裡的那個紀律 當那些探子 兩個探子走來 去探路的時候 看看耶利哥城究竟什麼狀況的時候 他們就去到拉俠呢 那個所住的地方 拉赫就保護他們 把他們隱藏了 然後拉赫做了什麼呢? 拉赫就跟耶利哥城的人說謊 然後他的目的就是去保護這兩個探子 後來因為他所做的行為 又不能死 因為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 就去保護了拉赫和在他家裡所有的家人 後來這個撒門就娶了拉赫 路德是誰呢? 路德呢 或者對我們來說覺得路德是好人 跟前面貪說淫婦 拉赫耶利哥城裡面的人 還要是妓女 救人的時候要說謊 好像路德不一樣的 但是路德其實他的背景身份是什麼呢? 但是摩額人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摩額人的那個 就是最開始的時候那個的出現在哪裡呢? 摩額人呢 大家應該會記得是這個羅德 不是路德 是羅德 他跟兩個女兒避難 因為索多馬俄摩拉被滅的時候 他們避難去了山上高 然後兩個女兒說 哎呀 沒有其他男人好像平時一樣 跟我們可以結婚生子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就是灌醉了那個爸爸 然後呢 跟爸爸又是亂搞 然後呢 大了肚子 生了兒子 那大女兒所生的就是摩額人 所以摩額他的祖先從哪裡來呢? 從淫亂那裡出來的 那烏利亞的妻子又怎麼樣呢? 我想呢 你不知道你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你想的是什麼呢? 烏利亞的妻子就是拔士巴 所以大衛從拔士巴生了誰呢? 但是 為什麼他不寫拔士巴 又要寫烏利亞的妻子呢? 究竟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拔士巴我們看不到他有什麼好 因為他只是一個女人 被和大衛在淫亂裡面生了一個小朋友 當然那個小朋友死了 但是我們看不到拔士巴有什麼好 不過呢 在這裡的聖經很特別地說 是烏利亞的妻子 我們就能夠知道 烏利亞卻是一個異人 當大衛想整股烏利亞 想告訴他 搞大別人的老婆之後 想等下烏利亞回來他們出去打仗 還可以回家 和老婆同房 讓烏利亞 可以再多一個阿丫的孩子 但烏利亞卻不肯回家 然後最後大衛呢 又是出了一些很不好的招數去害死了烏尼亞 烏尼亞絕對是一個義人 在這裡聖經的形容是烏尼亞的妻子 他媽、拉赫、路德、烏尼亞的妻子 其實在人的眼裡或者都是不好的女人 至少立眼他們生平的事跡其實都有些不好的事 那馬利亞呢? 馬利亞你關心他的狀況嗎? 馬利亞當然是好 我心尊主偉大 我的靈意、我的神為樂 哇馬利亞多好東西 是嗎?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記得馬利亞和馬利亞生子 哇好東西啊 但是你真的關心過他嗎? 我們來看看馬利亞福音其實說什麼 18節到19節那裡說 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給弱室 還沒有認取 馬利亞就從聖靈壞了印 她丈夫是個義人 不願意當眾羞辱她 想要暗地裡把她憂了 馬利亞從聖靈壞了印 不過客觀的狀況是什麼呢? 若室是個義人 不願意當眾羞辱馬利亞 想要暗地裡把馬利亞憂了 所以其實那個狀況是什麼? 狀況是 若室覺得馬利亞紅杏出場 覺得馬利亞是一個壞女人 是一個淫亂的女人 所以不知跟誰搞大了肚子 然後呢 若室是好人 異人 所以她不想當眾羞辱她 不想搞大件事 所以若室就是這樣 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把馬利亞憂了 不要 這樣呢 自己不用被人欺騙 不用做個便宜老爸 是嗎? 藥室真是好人 不過呢 馬利亞呢 馬利亞在藥室的眼裡 就是一個壞女人 是嗎? 就好像他馬在猶大眼裡 是一個壞女人 拉赫一個妓女 路德 他的背景是魔物人 是從淫亂而出的魔物人 烏利亞的妻子 都是淫亂裡面 跟大衛搞在一起 像不像嗎? 馬利亞其實在這個狀況 是不是跟那些女人都很像呢? 跟著我們來看一下 發生什麼事 二十節 當藥室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 忽然主的使者在藥室夢中向大顯 我想說呢 在藥室想著想著做了什麼事 我想呢 藥室呢 就沒有失眠的問題 他是不是真的關心馬利亞呢? 我不知道 他可能想得太久 想到累了 所以睡著了 又或者其實他在想著想著的時候 他就睡著了 然後睡著之後 有主的使者在夢裡跟他說話 他說大衛的子孫弱室 不要怕 將你的妻子馬利亞娶過來 因為他所懷的人 是從聖靈來的 兄姐妹 剛才十八節那裡說 是從聖靈懷人 這裡又再說一次 他所懷的人是從聖靈來的 是告訴我們 是馬太害怕我們在讀的時候 就是讀來讀去都 就是有時候 寫少兩句 寫少兩次 大家就看不到的 會分下了 所以呢 一直提我們 馬利亞不是一個壞女人 對猶太人來說 他們看到《家譜》的時候 他們已經知道 他們不是一個壞女人 他們看到拉俠的時候 他們知道拉俠不是一個壞女人 當我們看到路德的時候 我想我們不提路德的背景是摩額人 我們都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壞女人 烏利亞的妻子拔士巴 我們也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壞女人 但是其實他們會被人覺得 他們是一個壞人 是淫亂的 不然馬利亞呢 歷史很多時候告訴我們 事情剛剛發生沒有多久 其實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馬太很清楚地一再寫 其實馬利亞所懷的人 是從聖靈那裡來的 其實馬利亞所懷的人 是從聖靈那裡來的 但是馬利亞 在當時她所面對的是什麼 她所面對的是什麼 她所面對的是 她的未婚夫想要休了她 她的未婚夫 她是一個犯淫亂的女人 馬利亞的狀況是怎樣呢 是從聖靈那裡 所羅門王跟神獻殿後 睡著了 然後在夢裡神跟他說 問他你要什麼 然後所羅門就說 說他要用智慧去做判斷 然後神說 哇 你這麼好 我不單止給你智慧 我還要增加你很多很多的祝福 然後在聖經那裡說 聖皇基上那裡 第三章那裡說 所羅門起床的時候說 不料是個夢 如果和合本修訂版的話 看了是個夢 即是說什麼呢 醒了的時候 發夢而已 哎呀 真是慘 我還以為是好東西 怎知道是夢 發了個夢而已 但是呢 之後呢 所羅門那裡 就回到皇宮那裡 碰到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怎樣去分辨 那個嬰兒究竟誰是她媽媽 這樣就發現 哦 原來真是有智慧 但是呢 在這裏呢 我們看到了 約瑟是什麼呢 約瑟醒了的時候呢 就怎樣呢 就遵照主的事者的吩咐 將妻子吹過來 我不知道對你來說 你會怎樣去知道神的話 你怎樣知道神的心意呢 又或者對你來說 你會去遵行主的吩咐嗎 還是你一直問 哇 究竟真是假的 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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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來究竟去 所以 如果約瑟也是這樣的話 瑪莉亞呢 可能就未婚就生了個嬰兒 那就大件事了 約瑟都真是關心瑪莉亞的 因為 她知道 她不能等 約瑟也真是一個異人 所以 她就按照神的吩咐 她就把瑪莉亞娶過來 其實 如果我們之後再看瑪太芬的話 你會看到 約瑟跟神的溝通 神往往就是透過在夢裏面 向約瑟去說話的 去帶領她 但是 我不知道你和神的關係和溝通 又是怎樣呢 但是 我鼓勵你最穩固的方法 就是看聖經 我鼓勵你好好地讀聖經 你關心耶穌嗎 當你看家譜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呢 我所看到的就是耶穌基督的家譜 你關心嗎 還是你說 和我無關的 這個家譜又不是我的家譜 所以立眼就算了 所以根本發生什麼事呢 不理他 但是耶穌跟你有關係嗎 如果有關係的話 你會關心他的家譜嗎 你會關心聖經裡面 所講到關於耶穌的東西嗎 當我自己以前讀的時候 我不是太注意的時候 我看不到原來 原來裡面所講到的四個 或者五個女人 五個媽媽 原來有這個共通點的時候 我就看到 哇 原來耶穌在家譜裡面 有這樣的秘密 有這麼豐富的一個教導 耶穌的家譜 耶穌基督是從瑪利亞生的 記得嗎 剛才一開始是阿伯拉罕生以撒 但是這裡是說 基督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 有注意嗎 因為不是約失生耶穌 是瑪利亞 是瑪利亞 十八節 基督耶穌降生的事 記在下面 所以其實後面 雖然是提到瑪利亞 但是其實主要的是 想說關於耶穌 天使在門裡面 跟約失說 你要吸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把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裡救出來 然後呢 當耶穌出生的時候 就吸他起名叫耶穌 其實我想說 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覺得耶穌出生了 耶穌好厲害了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想一想 那麽耶穌其實是在 一個陰影底下出生的 好像他是一個 從淫亂而生的一個孩子 是一個未婚懷孕的孩子 我不知道你會怎樣想 如果你自己的父母是因為奉子成婚 我想大家聽得明白 因為他們未結婚 搞大了肚子 所以沒有辦法 就要結婚 跟著呢 你就出生了 那你會怎樣呢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當人知道的時候 又會怎樣看你呢 耶穌 你知道他們在那裡 就是這樣子的背景 是一個 不是大家都這麽喜歡的 的一個背景 所以就是這樣出生 你可以看到嗎 你關心聖經裏面所寫的家譜嗎? 其實聖經裏面有好幾個家譜 其實裏面都有好多寶貝的信息 你會好地去看嗎? 還是我家譜,失眠的時候拿出來看 看幾眼就好夜了,睡著了 其實馬利亞你不用看 我知道馬利亞是好人,好東西 耶穌的夢親,好東西 但是你真的關心他曾經所經歷的狀況嗎? 你知道他的困難嗎? 你關心嗎? 耶穌?耶穌神的兒子 所以他很OK的,是不是這樣? 還是你真的關心到說 其實耶穌在武福裏面 其實他都好像受了一個羞辱 他為我們願意這樣擺上 你會有什麼回應呢? 還是今天有些人回教會的時候 牧師一開始說到 沒有多久就睡著了 然後最後就很厲害 當一聲就關心了 很準時的 他好像那個鬧鐘 只要牧師說到某一句就醒了 其實你關心什麼呢? 你關心神對你所說的事情嗎? 其實今天在這段日經文裡面 有一個主題就是 有人被冤枉嗎? 你曾經是一個被冤枉的人嗎? 有人被冤枉過你嗎? 又或者你有冤枉過其他人嗎? 在馬太坊的第一章 我們看到 他馬被冤枉 馬尼亞被冤枉 拉哈 龍德 他們被冤枉 很多人看他們是任命的 但是神呢? 不是這樣看 你有冤枉其他人嗎? 藥室都想暗地裡休了馬尼亞 是不是冤枉了馬尼亞呢? 那他怎麼做呢? 他自己沒有說 他跟他說抱歉 但是如果你自己冤枉了人 你又會怎樣呢? 我們說現在是一個 現在這個世代 叫做後真相時代 眼聽未為實 眼見未必真 我們所看到的 不一定是對的 不一定是事實來的 我看著了 也不在 電視已經敢播了 大家看看這幅圖 真實的是什麼呢? 透過電視你又看到什麼呢? 又或者其實 我不希望大家以為 我這樣說 那些媒體是壞人 我只是用這幅圖 是這樣去表達 我並不贊成他所說的 媒體就一定是這樣 搬弄是非 顛倒黑白 我沒有這個意思 不過呢 我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的眼睛 我們只是看到 我們自己想看的東西 大家看看這幅圖 你看到什麼呢? 有沒有在動? 再注意一下 再看一會 有沒有動? 有沒有動? 其實 這幅圖本身 這幅圖 它所畫的東西 不是在動的 只不過它畫出來 讓我們看下去 覺得它在動的 等等 或者你所聽見的 只是你自己想聽的 或者你看到的 只是你想看的 你相信的事實 不過是你想相信的事實 你有沒有看到 聖經其實在說什麼呢? 你願意真實地去看聖經 跟我們說的東西嗎? 你關心嗎? 你關心你身邊的人嗎? 還是你仍然只是帶著你自己的心 帶著你自己的想法 去看這個世界各樣的東西呢? 這個世界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你怎麼看呢? 今天早上聽 舊士雲牧師的一個分享 他講到《馬太芬》第24章的時候 他講到《馬太芬》的時候 當羅雅的日子 人們照樣吃喝、嫁娶的時候 在末世的人都是這樣 大家繼續做自己的事 大家照常生活 但是 他們不知道 神要回來了 但是 兩個人在一起 一個 不見人 或者 一個 不見人 究竟 會發生什麼事? 你關心 你關心 神將要回來 究竟我們應該怎麼預備? 所以要警醒 不是嘴巴說 不是說 原來是一個夢 而是要好像弱室 醒了的時候 就去進行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醒嗎? 還是仍然在沉睡當中 還是仍然在沉睡當中? 是啊 我們有讀聖經 又或者如果沒有的話 要開始讀 不過 當你讀完之後 你的反應是什麼? 不料是個夢 噢 發夢 噢 原來是這樣 噢 原來是這樣 還是 你起來 就進行 你起來 你就關心 你起來 你就回應 你起來 你就去幫助 耶穌 醒了之後 他就遵照主的 吩咐去做 他就娶馬尼亞 他就幫耶穌改名 叫做耶穌 他就去安排 他就去遵行 去關心 你呢? 我呢? 我們呢? 我們真的關心嗎? 鼎姐妹 關心不是 嘴上高 是我關心 關心有行動的 如果你曾經冤枉了人 那你會怎樣做呢? 你會不會跟他道歉? 會? 不會? 你是好語的 誤做嗎? 你不是要跟我去交掌 不是要說 哎呀牧師這樣說 好吧 我們要去做 不是這樣 而是遵行主的話 事者所說的 是從天父那裡來 是神的說話 是按神所吩咐的 將信息去傳遞 或者你會聽到其他牧師 和你分享神的話 或者你自己看聖經的時候 你看到神的話 是你關心嗎? 你回應嗎? 還是你 哦 起來 不過是個夢 繼續睡 繼續睡 繼續過你的生活 繼續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還是你從今天開始 警醒緊守 當耶穌回來的時候 當耶穌回來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哇 為什麼每天 不是還有牌子嗎? 中國最近一個地方 大雨成災 在那裡 有些人 在短短的幾個小時裡面 或者幾分鐘裡面 他們經歷了 生死的一個劫難 想想 想都想不到 你關心他們嗎? 如果你在那裡 你又會做什麼呢? 在我們身邊 又有些什麼人 他們有什麼需要呢? 你關心嗎? 還是你仍然只是 繼續過你的生活 朝上head hot 朝上嫁娶 朝上生活 生活該怎麼樣 就怎麼樣 要上班 上班 要下班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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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inge 是 誰 filters 反而 會讓你 我們來到你面前,我們仰望你 天父求你,叫我們不是做一個醉生夢死的人 天父叫我們做一個警醒的人 天父,讓我們注意你的話 讓我們注意你聖經裏給我們的提醒 讓我們注意你所猜到我們身邊的師姐向我們說的話 天父,當我們知道那是你向我們說話的時候 是你提醒我們的時候 天父求你幫助我們 叫我們就起來回應 叫我們就能夠去做 是按照你的話去做 而不是拖延 而不是就是說,聽完了 天父,叫我們謹守警醒 叫我們注意現在的需要 叫我們注意身邊的人的需要 叫我們起來關心 叫我們成為世界的光 叫我們這個光 不隱藏在土地下 叫我們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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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的恩典 祝福我們 祝多謝你 祝福我們 用耶穆祈福我們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Amen 在神面前安靜 在神面前去納智 在神面前去納智 不是因為人的說話 而是因著神在你心裏 向你所說的 自己好好的去回應 去回應神的呼召 如果你還未相信耶穌 你還未接受耶穌成為你生命的主 你救主的話 我鼓勵你 打開你的心 去接受耶穌 因為耶穌說 聖經給我們看到 耶穌就是要將我們從罪裏面去拯救出來 耶穌可以幫助你 終於其他人不理解你 你被冤枉 甚至乎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低 好不好的背景裡的畜生 耶穌能夠明白 因為祂都被冤枉 祂都在一個不光彩的背景裡 來到這個世界 但是耶穌卻是光彩地 給我們生命 你要接受耶穌嘛 你要讓祂成為你生命的主 讓祂成為你的救主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邀請你跟著我做以下的一祈禱 天父多謝你 因為你就是讓耶穌生在這個地上 可以為我們的罪成為拯救 將我從罪裏面去救出來 天父今天我來到你面前 我承認自己的罪 求你再一次的 求你就是讓耶穌的補血來潔淨我 我今天打我的心 邀請著耶穌 將你到我的心裡 做我的救主 也都做我生命的主 天父請你幫助我 讓我一生來跟隨你 奉耶穌裏面祈禱 Amen 如果剛才你有跟我做這個祈禱的話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耶穌現在在哪裡 嗯,是的 耶穌在你的心裏面 因為你剛才邀請耶穌進入你的心裏面 當耶穌進入他之後 他就不走了 他永遠與你同在 他要成為你生命的主 你在任何時候 你都可以得到他的幫助 他明白你,了解你 他關心你 願主耶穌親自來祝福你 Amen 好,弟兄姐妹 我們每個月都會來到主的面前 一時我們去紀念我們的主 去為我們 是付了代價 在十字架道流血捨心 聖經教我們 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這樣做 是紀念我們的主 在耶穌被買的那個晚上 他拿起餅子 他抹開 和門徒說 你們拿來吃 他說 這是我們的身體 是為你們而寫的 你們要這樣做 為你們紀念我 然後在飯後的時候 耶穌同樣拿起杯 為這個杯 是用他的血 所納的生日 叫我們的罪得赦 我們要這樣做 我們要這樣做 為的也是紀念我們的主 如果你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 成為你的主 你生命的主 你的救主 我邀請你 可以和我們一起去領這個病 這個杯 去紀念我們的主 這個是他的身體 是為我們而寫的 我們帶著一個敬畏的心 一起去領受 自己的身體 和去保險 我們一起去祈禱 祈禱 祈禱我們多謝你 祈禱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為我們流血捨身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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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 叫我们在纪念祢的时候 让我们活出有主力的样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多谢祢 多谢祢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祈祷 Amen 奉耶稣的名祖 贼美圣福 添爱自心 祈祷写击爱救罪人 梅霞诗人 圣灵导人 三夜新极 佩戴众阳 Amen 现在请同心为奉献祷告 恩慈圣洁的主啊 祢的信实无变 祢的慈爱长存 祢终必在来审判疑人恶人 叫一切信主的德永生 不信祢的永远灭亡 求主教导我们 不要轻看祢在十字架上 用补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以致我们配得上称为基督的后裔 并愿意与人分享主爱 成全救恩 求主越纳我们 甘心乐意的奉献 叫更多人同德福音的好处 感恩祈祷奉主明求 阿们 今个礼拜的报告事项 下周主日讲完是陈奉文牧师 请各位先在家中阅读 比得前后书并在土告中纪念 今个星期六8月7日上周9点半 仍然有奇牧师在苏母举行第二堂的讲座 题目是救恩两面看 请大家记得准时出席 教会旅行将会在8月21日星期六的早上10点半举行 地点是在Hughesboro Woodbridge Park的B Shelter 欢迎各位邀请亲友邻居参加 请向Claudia或者Vitter姐妹报名 好让他们能够准备午餐 报告完毕 请大家一起重读 8月份的金句 凡称呼我 主呀主呀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尽去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祝你天天天意人包围你 祝你尽他就信心的路 每日不在你心 保守你不犯罪 放心去 尚贪爱 尚欢喜 最后呢 会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 你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你 是你自己亲自的让我们 就是从你的启示里面来认识你 主耶稣多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地上 为我们成就救恩 叫我们可以借助主耶稣来 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 圣灵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尚与我们同在 你引导我们 你保守我们的心为意念 爱我们的天父 多谢你 愿天父你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主耶稣的因为尚与我们终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神祝福大家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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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